Hello 大家好 我是艾表ZP 感谢你们可以点进宝珀品牌故事的最后一期 那在上期节目呢 我们是讲到宝珀还是未能抵抗住时音危机的冲击 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但是宝珀又会甘心就此沉寂吗 那这些内容我们就在这期节目中慢慢呈现 好的 近片头 在1981年 小镇上迎来了两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 那这两位就是在之后的万表行业里面 赫赫有名的Beaver和Piguel 虽然两人之前从事的事业以及家庭出身都大不相同 但是两人的脑海深处有一个共同的思想 就是天下苦食音久矣 那他们来到了维莱尔小镇 静止走向了SSIH的公司总部 那在一番与领导层的沟通之后 我们比佛大方的拿出了21500锐朗 买下了一个叫Blancpong的商标 因为当时SSIH的重点也是放在了时音万表上 而即便是机械万表SSIH还是拥有review机型厂的技术 那在他看来宝珀无非就是一个历史的包袱而已 但是当然21世纪的我们现在站在上帝视角来看 他们这个决定肯定是愚蠢至极 因为对于奢侈品牌来说 品牌其实才是真正你的价值所在 比如说汽车界的劳斯莱斯 他把自己的技术卖给了大众 而把自己的商标卖给了宝马 而其实现在市面上大家看到的顶着幻庆女神像的 劳斯莱斯其实是由宝马把它发扬光大的 因为对于一个顶设的奢侈品 大家对于它内在的技术来源于哪家 并没有太多的关心 所以这也是比佛以及皮盖商业精明上的一点 在买下了宝珀商标之后 皮盖和比佛来到了如拉山谷 而这里离原来的未来小镇有100多公里 其实跟之前的宝珀也并没有太多的关系了 但是在未来小镇宝珀留下的review机芯厂 还是在继续给SSIH生产机芯 那这里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你认为这两边 哪块才能代表真正的宝珀灵魂的所在地呢 一个是带着名称 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故事和文化的宝珀商标 还是说另外一边积累了宝珀历来的技术的review机芯厂呢 反而我个人觉得这也涉及到我们经常说的特休斯之船的概念 多年的魔力中一个个旧的部件被替换掉 换上了全新的装备 那它还是原来的它自己吗 那彼佛在买下了商标之后 自然是要为它负起责任 它开始深入研究宝珀的故事 开始深入研究宝珀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 那从中呢 它提取出来两个营销的重点 其一呢 是囊括了宝珀历史地位的一句话 就是活生生的博物馆 因为我们所知 来到当下的时间点 宝珀其实也是历史最悠久的一个万表品牌之一 历史从1735年开始 而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 这是它很重要的一个营销重点 那另外一边 比佛是提出了一个口号 就是宝珀自1735年以来 从未生产过十英万表 今后也不会再有 那这个概念 对于当时的万表市场 也是当头一棒 因为这句slogan也指明了 瑞士制表行业的方向 就它不能再在这样的低端市场 去跟十英万表死磕了 因为你精准性论及动力储存 机械万表是永远不可能跟 十英万表匹敌的 需要去讲故事 需要去给客户灌输 品牌文化 以强调机械万表 是一种人类手工艺的传承 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工具属性的物品 所以真的是不得不佩服 比佛的营销才能 那这里还要提到的一点 就是比佛和皮盖 并不是以个人名义去收购宝珀 而是将宝珀品牌 作为他们已经所有的 一家公司的其中的一个产品 那这个公司呢 就是菲格力 Piguet 大家可能会对于他的Piguet 比较感兴趣 因为这个单词也出现在另外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品牌上面 就是露得马克 Piguet 就是爱比 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 虽然FP机型厂也给爱比供给过机型 但是其实两者并没有很大的关联 因为在乳拉山谷 在瑞士 Piguet这个名字也是一个比较大众的姓氏 就像我们现在的老张老王一样 其实也是一个巧合 但是 这里想挖个坑 大家对于 Rodemach Piguet有没有兴趣 懂得都懂 好 那下面时间来到1983年 那在FP机型厂强大的实力 以及比佛的统筹规划之下 宝珀推出了 在之后也一直被奉为经典的 全力院下万表 那在盘面上也是我们至今为止 都十分熟悉的元素 包括上半部分两个左右对称的日历窗口 包括宝珀很优雅的柳叶针 包括一圈的日历时镖 以及标志性的 带有小月亮的日期指示指针 那来到这枚万表的机型 更是大有说头 宝珀请到了设计出经典机型 玩入7750的明星制表大师 艾德蒙 以及在FP机型厂的全力协助下 打造了这一枚全力月向的机型 那这枚机型也是创下了 全世界最小的全力月向机型的记录 在其后也形成了自己的系列 用的是最早宝珀诞生的小镇的名字 就是维莱尔小镇 那这个系列就是延续到 现在还在发光发热的系列 就是Villerate系列 也是现代宝珀品牌中 最经典最优雅的系列 那在比佛给宝珀设计商业规划的时候 他也给宝珀设计了长达十年的复兴之路 以树立宝珀品牌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 那这十年之间也是诞生了宝珀大名鼎鼎的六大杰作 而我们提到的全力月向也只是这六声巨响中的第一枪 而接下来正片开始 1986年巴萨尔表展世界上最小的三万万表 带来了自动上链的超宝万年力 1988年巴萨尔表展双追真即时 这也是时音危机之后的第一枚双追真即时万表 著名的1185机星 而这个机星在集成了追真功能之后仅为6.75毫米 那这枚1185机星也是FP机星厂的全市之作 包括僵尸单顿纵横四海的即时款 以及爱比皇家像树的即时款 都用的是宝珀的这个机星 1911年举世主摸的飞鸟托飞轮 让人惊讶的是这枚托飞轮腕表在保持了优雅的基础上 与市面上另外一枚托飞轮腕表的竞品 就是爱比的托飞轮相比 它的托飞轮尺寸不仅更加的大 而且它的动处也来到了8天 那这枚托飞轮腕表的面试也是凑上了六大杰作的最后一块拼图 自时宝珀向世界宣告了它的技术实力 包括超薄腕表 月向显示 万年力 双追真即时 托飞轮 以及三问 而在这十年的发展中 宝珀作为一个高涉腕表品牌的形象 在民众心中的烙印也是越来越深 那再提到宝珀的初代托飞轮腕表 有一些资料显示是在1989年首次面试的 但是我并没有在1989年的资料里面 找到关于这枚腕表的记载 而真正可以被考证和记载的记录 大多是来源于1991年 所以我认为这也是比较可靠的一个信息 那在推出陀飞轮腕表的同年 1991年 宝珀还推出了另外一枚相当极致的腕表 就是1735大复杂 那作为一枚大复杂腕表 它也是集成了 陀飞轮 月向 万年力 双追真即时 以及三问功能 可谓是极大成制作 每一枚1735大复杂 都需要耗费工匠 超过十个月的制作时间 那就没腕表 在1991年到2009年的20年间 也仅仅生产了30枚 也是宝珀品牌可遇不可求的佳作之一 那在八九十年代的脱胎换股之后 宝珀又一次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 而这样辉煌的成就也引起了另外一位 年轻的万表集团的注意 那这个集团就是大名鼎鼎的 Swatch 而此时的Swatch集团 它有资金有实力 但是唯一缺的就是高端万表的定位 时间来到了1992年的7月8日 SNH集团 就是后来的苏沃奇 当时它还叫SNH 它资资6000万瑞士法郎 将FP机心厂与宝珀一同收制麾下 而这个价格是当时比佛从SSIH手中买下宝珀商标的将近1000倍 那比佛他在拿到钱之后 本来是想着激流勇退 回到自己的农庄里面 卖卖奶酪就完事了 也因为他其实作为一个有情怀的 机械万表爱好者 其实他对于Swatch集团 并没有太多的好感 而且他自己也声称不太想给海耶克打工 但是有意思的是 在他回家冷静了三周之后 又给Swatch集团打过去电话 说想要回归 怎么说呢 比佛也就是回去过了一个下宿期吧 那海耶克他也是一个比较稀才的人 不仅同意了让比佛回归 同时把欧米加也给比佛做管理经营 那我们视角再回到宝珀品牌 再加入了Swatch集团 Swatch集团也并不着急将宝珀打造成 与之前完全不同的状态 那在1993年也是延续着宝珀历来的传统 因为当年也是宝珀先生300年诞成的纪念日 而为了庆祝这个时间点 Swatch集团也是推出了 一系列小三针的纪念款万表 限量300枚 销表盘上印刷了1693-1993的纪念标识 而Swatch集团的新动作是来到了1994年 推出了2100系列的万表 那这枚万表也是搭载了全新的2100系列的资产机星 有100小时的洞畜 也是全新的更富有运动感的表壳设计 那在进入21世纪之后 这个系列也更名成为了Le Mans系列 这个系列的万表主要就是以运动为导向 那更为大家所熟知的也是它的计时款万表 当然系列里面也有追真以及万年力的表款 也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万表系列 时间来到1998年 Swatch重新复合了宝珀历史上出现过的重要表款系列 就是Lady Bird 为其配备了全新设计的紧凑型的小型机星 那比佛呢他是担任着宝珀的CEO一直到2003年 而之后接替比佛位置的就是Swatch集团的创始人的孙子 马克海耶克 那在接手了宝珀之后 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复兴宝珀的潜水万表 五十旬 那恰逢2003年也是五十旬诞生50周年的关键节点 那这年作为CEO兼潜水爱好者的海耶克也是不惜自己佩戴着五十旬万表 通过一系列的潜水活动来为五十旬营造话题创造热度 那马克他也一直延续着比佛设定好的营销道路前进 2006年斯沃奇也花费重金在如拉山谷建立了一座宝珀的复杂万表手工坊 那这个工坊被命名为Le Ferme 就是农庄的意思 那这个名字其一是致敬宝珀的创始人 在自家的农庄里建立了世界上宝珀第一座制表工坊 而另外也是赋予了这个宝珀手工坊 与自然为伍的乌托邦的含义 那这个工坊里面的大师也是日复一日 不断地打造超乎常人理解范围之外的宝珀万表 那这家工坊在2008年也完成了专属于宝珀的卡罗素机型设计 那在此之前这个功能也是一度被遗忘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那随后的事情我们就大致了解了 在2010年斯沃奇集团把曾经的FP机型厂更名成为了宝珀机型厂 这其实说来也是挺唏嘘的 在石英危机之后 FP机型厂作为母公司复活了宝珀 而在短短的30年之后 FP机型厂又成为了宝珀的附庸 当然它作为一家机型制造企业也是可以一直的传承下去 但是只不过是以另外一种身份而已的 之后我还想提及一些之前出现过的人物以及品牌的归宿 因为它们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能成为万表行业的群星之一 我不希望它仅仅是在视频中成为一个助角而已 比如说艾德蒙 他作为设计出宛润7750的明星设计师 那在1992年宝珀被斯沃奇收购之后 他就从宝珀离职了 来到了另外一家机型厂拉美尼亚中就职 而在那里他也为宝珀的竞争对手宝基提供着机型 那世事难料的是1999年斯沃奇集团 把宝基和拉美尼亚一起收购了 那浪了一圈艾德蒙还是没能逃出斯沃奇的手掌心 那艾德蒙也是欣然接受了命运的玩笑 在拉美尼亚机型厂继续的尽心尽力的供职 而他的才能实在是过于出众 在2010年FP机型厂改名成了宝珀机型厂的同时 拉美尼亚机型厂也改名成了宝基机型厂 那这两个机型厂的管理权都给到了艾德蒙手下 所以我们可以说努力总归是有回报的 好的 那这个钟表品牌中最长的历史就给大家梳理完了 不知道大家对我的讲述是否满意呢 那在视频的最后我想发散的跟大家聊一些我个人的感触 就我们可以看到200多年的岁月实在是太漫长了 因为我们要理解一个概念就是 故事是由人来书写的 而真正的生意场上是并没有太多的感性可言 就像宝珀家族在延续了期待之后 因为商业利益的考量 它依旧会放弃家族企业的传承 去做一个当下最正确的决定 而在时间的洗礼中 我们认为坚弱磐石的东西往往都是不存在的 那希望我的讲述也可以成为后来者研究历史的一部分 被更多人所熟知所领悟 从宝珀的故事中我能感悟到的就是 精彩永远是在当下 那当下的传奇是需要当下的人来书写 好的那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是ZP 我们下期再见